婚礼时间,镜中旅人,La Femme Omihoa 她的创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维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,提香 提香的作品形式多样 题材广泛,构图多变化 压抑着活泼的生命力 在表现人物形象上面 提香喜欢用漂亮的色彩和笔触 表现丰富多彩的人生 以及人们欢乐的情趣和人体的魅力 这幅画创作于1515年左右 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幅非常出色的肖像画 不但神态生动 光和色彩的运用也精妙独特 事实上提香是文艺复兴时期 在色彩方面最有成就的大师之一 汇宁时期 法国巴黎 感谢观看